1月21日 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国家移民管理局会同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铁集团等15部门 推进出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工作相关情况 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尹成基表示 相关部门积极推动解决港澳居民 华侨持用出入境证件办事不便利的问题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 政务服务 公共服务和互联网应用 三大类35个便利化服务事项 总体上实现落地应用 汇集了800余万港澳居民和海外华侨 出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 彻底打通了办事窗口不受理 在线服务不认可 资助设备不识别等办事读点痛点 让港澳居民和华侨享受同懂与内地居民同懂的 普惠军懂便捷高效 智能精准的公共民生服务 尹成基表示 出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 优化了政务办事流程 降低办事成本 提高办事效率 在拓宽网上办事渠道的同时 也促使各行各业的实体服务窗口 工作人员更加熟悉和了解出入境证件 使用出入境证件办事氛围更加友好 办理流程更加快捷 港澳居民华侨可以凭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护照 登陆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实现一次登陆 全网漫游 降低了办事成本 提高了办事效率 打通出境证件 在线核验 实现不了这个读点之后 为无内地银行卡人员 开通网上移动支付 顺利实现港澳居民 海外华侨 在网上求职 购物 预落 社交 共享新时代互联网科技发展的新成果 据统计 截至2019年底 实证认证程序下载使用量7.5万次 认证平台提供出入境证件查询核验404.6万人次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证平台提供出入境证件 优众 证平台提供出入境证件 准备有效率